世界议员 乌克兰战争事实上也冲击影响台湾 今天这一个台湾民意基金会也有新的民调 几个重要的关键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台湾人是否担心台湾成为乌克兰第二 确实在这一个访问的过程当中 51%的人回应担心 那认为不担心的是43% 然后呢 如果明天中国就武力犯台的话 台湾人对于国军保卫台湾能力 到底有没有信心 几乎也是一半一半 约莫45%有信心 约莫47%没信心 您官 这当然我们台湾民意在当下 四局尤其俄乌战争这一年的纠缠当中 当然会有一些震撼感 所以现在民意各办这是当然的 但是大家也会冷静的想清楚 就是在美中俄跟欧洲自由世界之间 互相拉扯抗拒战争当中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中共的一些老套路 中共的程度大家刚刚讲的 他死鸭子嘴硬就对 我八个字形容中共 他一向啊 中共一向就是 外强中干 前距后攻 你看现在布林肯明确的讲说 习近平你必须会间谍气球负责 布林肯甚至直接指 中共你根本就是在双管齐下 你先提供非杀伤性武器给俄国 接续你根本就还要正式的提出杀伤性武器 那中共面对这一个指控 其实这是事实啊 中共马上就 他们王毅赶快去拜访莫斯科 甚至说他们不排除跟普丁见面 而且进一步还要安排 习近平去见普丁这些等等 因为中共一向他只能这么做 我光简单讲一下 中共就必须长期他必须屈服 就是高科技他被自由世界尤其在美国主导下 是被美国所掐住的 最近这几年中共不是正在大力宣传 也在制造他们的民航机吗 他们的所谓小七四七 结果林肯在发动机 在自驾系统这些所有 中共自己宣称 说他们有一半是他们自己国造 另外一半才是由这些欧美国家来提供 可是相对欧美提供的另外一半 是你的关键 就是这些自驾系统 这些导航这些发动机 这些最重要的部分 你飞得上去 但是后续你要维修续航怎么办 我简单讲就好 那这只是民航机 还没有讲其他各种产业的关键的零组件 跟半导体晶变 这些统统没讲 所以我认为中共一向 他就是死鸭子嘴硬 他就是死鸭子嘴硬 他就死鸭子嘴硬 他就跟你搭到最后一天就对 但我回来想到说 所以我们明年的选举太重要了 宁官 现在大家有去比较说 郭台铭的民调 说郭台铭跟上个月比 这个月他下滑了6.4% 很多人觉得奇怪 可是宁官 仔细看 你会认为这是合乎情理 意料之中 为什么 一鼓作气 载而衰 三额结 不是吗 国民党他们自己内部 赤赤都不够了 又打肝 你郭台铭 现在是离开国民党的身份 国民党里面 要参选总统的 别的不多 参选总统的一堆 光这四位 朱侯照章 好把三领 拜托的 他自己探这就不够了 他有能轮到你郭台铭 所以郭台铭 先前他自以为说 很强 我民调也搭配他的想法 他以为 他只要一宣称 要回到国民党 国民党就会 膳食胡疆 以赢郭施 结果事实上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那最近 也有两份很重要的民调 就今天发表的 我认为这两位民调 当然有他精确的地方 但是各有含义 比方说 新台湾智库 这一个民调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民进党 一对一跟国民党 如果是侯友宜的话 不用算了就对了 上一次 投北的民调 跟这一次的民调 都差不多 我们输 而且还输 大概10%左右 但是 这个不是他的重点 我觉得这一份民调 很有心的 他一系列做 他的重点是什么 他是要凸显 柯文哲的重要性 为什么呢 因为 一比一 他是说 民进党即便你赖清德最强 也是输定了 唯有什么情况 唯有三咖都 第三咖又是谁 又是民众党的柯文哲的时候 那虽然 你赖清德 你民进党是输 但是小输 你还有机会 可以绑回来 他的意思是这样 那这凸显柯 拉抬柯的重要性 是为了让柯 可以代价而沽 他可以在民进党 在国民党当中 两党都不能忽视他 我想这是这一个民调 他们这一系列 几个月下来 他做的结论 那另外一个民调是 我补充说明一下 我的观察是 台湾有一些民调 真的蛮爱带风向的 那有些人喜欢带 这一个柯文哲的风向 有些人喜欢拱侯友仪这样子 其实上个礼拜 我还看到友台曝光了一个 拱郭台铭的民调这样子 所以民调有些时候 也变成政治行销的工具 那翻例一下 这一个事件议员 刚刚讲的话 就是说台湾民意基金会 这个也有一点点 带柯文哲的风向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 他在凸显说 第三党 柯文哲的重要性 那要不然柯文哲 自从首都市长 他下来以后 没什么声量 但是他这么做 可以让柯文哲 在两党之间 代价而沽 刚刚这个事件议员 讲的是 阿扁有一个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名称 叫做新台湾国策智库的 这一个基金会 他今天进行了 几份民调问题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说 请问你认为 称文总统 会不会支持 赖清德参选总统 在这个问题当中 67%的人认为会 那19%的人认为不会 好 下面一个问题 他说赖清德 朱立伦 柯文哲 好 三选一 撒卡都 那这一个问题的结构上面 赖清德的支持度是46个百分点 柯文哲是29% 朱立伦是12% 好 下面一个撒卡都 是赖清德对上 侯友宜跟柯文哲 在这一个撒卡都的结构里头 赖清德的支持度39.7% 好 将近四成 然后侯友宜是30% 那柯文哲是2成20% 好 再下面一个问题 他问了 中共的四个都 就是赖清德 侯友宜 郭台铭 柯文哲 那这四个你比较支持的 谁 赖清德的支持度是38% 侯友宜22% 郭台铭16% 柯文哲16% 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像 谁是你心目中最爱的人选 所以世间议员 阿扁的这一份相关的民调 赖清德的盘 我的观察 铁盘好像就是四成左右 对 就是四成处近 但是蓝银的盘有一些波动 而且蓝银的盘当中 它有一部分是重叠柯文哲的盘 所以蓝白有些时候互相会有位移 对 没有错 事实上我们绿色的盘是几乎底定不动 我觉得原因有几个 第一点赖清德的优秀 他的个人的清心 那么他这几十年来 从政过程当中 他追求的理想 那他个人的私得 这方面都获得我们整体社会的肯定 尤其是绿色的支持者 第二点我们绿色的支持者 经过2022这一次的挫败 我们更团结了 我们深刻的体会到说 即便我们民进党在2022和2021这中间 施政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 但是这个民众会认为说 给民进党打个屁股就好 不能把民进党整个踩死 否则会对我们台湾前途会相当大的影响 所以绿色的支持者在各式的民调当中都是凝结起来 就是适成 这个铁盘不会变动 那国民党只能从另外 另外游离的他蓝色的基本支持者 跟白色跟其他游离的支持者 上面去想方设法 但是这些想方设法当中 不可否认 侯友宜是最强的 但是在侯友宜要出来 也是很大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第一个他的正当性不足 第二个他个人的资源 是远逊于郭台铭 第三点他们如何去整合 除了郭台铭以外 还必须有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 因为已经有其他的民调 特别在伺候着柯文哲 让提醒社会 尤其是提醒国民党 也让民进党知道说 柯文哲不可小叙 柯文哲的这一股力量 很可能对你们双方各有加分 也各可能是一把刀 会伤到你们 好 那这个世间议员 我请教你 这里头这一份民调当中 他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前提跟结构 他判断选战很有可能是杀卡都 他甚至问了一个四卡都 四主人选的问题 那换句话说他是预判 柯文哲可能为了民众党的生死 或者不分区的席次跟政治筹码 他可能参选 然后参选到底 那就你的观察 蓝白有可能整合吗 然后柯文哲这个人 有可能跟其他人类合作吗 因为柯文哲早先合作对象是民进党 如果是四年前这个时候录影 那个时候的媒体的议题叫做绿白合作 现在大家关心的是蓝白会不会合作 因为这个朱立伦喊说非绿要大团结 那我是不太确定 柯文哲这种人没有办法跟民进党合作团结 就真的可以跟朱立伦合作团结吗 柯文哲可以跟任何人去合作团结 只要对他有利 我认为柯文哲是这样子的个性 柯文哲基本上 他对于国家的认同 国家走什么样的定位 他的这个坚定度不是那么强认 你看他都可以说出跟中共 是命运共同体 跟中共床头打床尾河 什么血浓雨水 这些话他都可以讲了 而且他讲这些笑话的时候 是在中共还没有放弃 要併吞台湾的时候 他可以讲这样的话 可见他是多么大的一个妥协性在 所以既然他对中共 他都可以这么做了 他对国民党有何不可 他们他在柯文哲眼中说 任何事情不管是利益 不管是这个理念方向 都是可以瞧的 过去他也跟民进党瞧过 他跟国民党有什么不可以瞧 还有您观 我有一个不一样的观点 我认为他们的瞧 很可能柯文哲 如果在现在民调的主导之下 会导向于说要一对一 他们蓝军会赢 而且铁定会赢 这样的情况下 柯文哲刚好顺应国民党的方式 他们是瞧别的位置 他可能不坚持选总统 也说不定 这是会让大家蛮意外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民进党 必须小心翼翼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说的 最新的民调 为什么问这一题 并不是说对小英总统 有什么想法说小英总统 有可能支持陈建仁出来 继续在党内跟赖清德争取 倒不是而是希望更坚定 更厚实说我们民进党 总统参选人已经定于一尊 就是赖清德 不能换也不应该换